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 他还威胁思思 让他有台阶就下 老子把他头拧下来当台阶 张晓给我端来一杯凉茶 陪总消消气 消消气 还得见合作商老板呢 思思小姐那边的事 咱们从长急 我深吸一口气 对 我要赚钱 我要把公司做大做强 我要做思思最强的后盾 等我发达了 我要封杀雇员 我刚吼出最后一句话 才看到秘书小王愣在办公室门口 我放缓语气 干什么 裴总 那个 顾总到了 您门没关 我赶紧呼拉呼拉头发 扯出职业微笑 顾总来了 有失远迎 顾玉是我新找的合作伙伴 这年头难得几个做实业的企业 顾玉可是一家 有加工车间百家球 这次我们的合作 我们出技术 他们出生产 小王让开一条路 我才看到现在门口的顾玉 男人面容干净 眉目温柔 身材高高瘦瘦 十分挺拔 气质如雅清冷 如松如竹 不像个商人 更像一个学者 一下子帅到我心肩上了 就是有点眼熟 裴总若是有事 我改日再来拜访 没事没事 一点私事 怎么好让顾总白跑一趟呢 小王 倒茶 我迎着顾玉坐到沙发上 合作的事谈得很顺利 快傍晚的时候 我送顾玉出公司 后续的合作事项会有技术部的同事 和顾总公司的人对接 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说完我接过张小弟过来的礼盒 听闻顾总喜欢绿茶 一点心得的信仰毛间 不成敬意 还望顾总别嫌弃 顾玉微笑着道谢 临上车的时候 顾玉突然转过身来 刚来的时候 听陪总说要封杀顾玉 啊 我一脸迷惑地愣在哪 小侄不争气 若有哪里得罪了陪总 还望陪总不要和小孩计较 我带顾玉先向陪总致歉 改日会亲自压着他来给陪总赔罪 小孩 他比我还大一岁呢 等会儿 小侄 顾玉是顾玉侄子 错愕的表情还没收起来 麦巴赫便以扬长而去 我甚至都来不及问一句 我对张小摆了摆手 你去打探一下 顾玉和顾玉到底什么关系 越详细越好 张小不愧是我的得力干将 不过一天的时间 就得来了详细情报 陪总 顾玉确实是顾玉的叔叔 亲的 顾玉上高中的时候 父母出车祸去世了 亲人就剩这么一个小叔叔 还在上大学 顾家其他亲戚 就想瓜分顾玉父母留下的产业 欺负这两个小孩 顾玉放弃深造的机会 接手顾家产业 顾玉才有今天 顾玉对这个小叔叔特别看重 还真是亲戚 难怪长得有点像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张小黑黑一笑 我卧底进了顾玉的粉丝群 连他高考考多少分都能打听出来 我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你真棒 裴总 我这还有一首消息 顾玉和现在的公司合同 还有半年就到期了 顾玉有一回咱们这种新签一个公司 哦 这么棒 那我和思思就不用异地了 我忽然有一蠢念头 不知当讲不当讲 思思明摆着被顾玉洗脑了 劝她离婚未必肯 如果我成了顾玉的小婶婶的话 我不就能给思思撑腰了吗 还能从顾玉这样做实业的富豪那 捞到资源 我召唤张晓 顾玉现在单身吗 得到张晓肯定的答复以后 我干净满满 你去打听打听顾玉的喜好 张晓比了一个OK 第二天顾玉的日程和喜恶明细 就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你这是握底进顾玉的总裁办了 那肯定是没有 不过顾玉这样的黄金单身汉 有钱有言洁身自好 想嫁给她的大姑娘乌泱乌泱的 这是我买来的 最贵的 我握住张晓的手 以后 你就是我的情报科科长了 有我一口饭吃 就肯定有你一个碗刷 多谢领导栽培 请问情报科还有谁 啊 没啦 就你一个人 张小白眼差点没翻上天 我看顾玉今晚会去酒吧 哦哟 看着一本正经读书人的样子 小东西还有两幅面孔 我打算和她来个偶遇 当我穿着我的辣妹战袍 出现在酒吧的时候 才发现这是个青霸 别人都在轻摇酒杯 听着吉他手的弹唱 只有我像个吃不饱饭的该溜子 还好车里有可以替换的衣服 可我刚打开车后座的门 就听到一个清润且耳熟的声音 裴总 好巧 此时 我化着大农装 穿着超短裙 撅着屁股 在车后座哼哧哼哧地找衣服 还要拉着后边的裙子 避免走光 老天爷呀 自我一个雷劈死我吧 在我犹豫 是站起身来打招呼 还是在这装死的时候 一件外套搭在我的腰上 裴总 今天降温 你穿成这样 会着凉 他的声音温柔 平静 还带着淡淡的疏离 可是每个字都像一把刀戳在我的心口 让我死吧 衣服忽然往下滑 我下意识伸手去按住衣服 却把一只大手按在我的屁股上 吓得我忽然站直 顾玉整个人僵在原地 脸色爆红 我蹭了一下钻进车里 用外套盖住下半身 顾玉转过身去 裴总 我 我不是 我就是帮你拉一下衣服 我关上车门 躲在车后座 换了一身衣服 还用湿巾 把大脓装卸了 出来的时候 顾玉还站在不远处 我俩坐在酒吧里 一人一杯酒 裴总今天 去漫展了 我尴尬地呵呵一笑 扮演什么 精神小妹吗 我俩默契地 没再提刚才的事 顾玉低着头 轻轻地桌上 晃着手里的红酒杯 流红色的液体 挂在晶莹的酒杯壁上 酒香混着果香散发出来 顾玉皮相十分优越 她的美没有攻击性 银白的皮肤温润如玉 斯文儒雅的气质 像一个爱读书的公子哥 这样一个人 是怎么在你死我活的 豪门之争中活下来的呢 裴总看什么呢 顾玉笑着问 就是看着顾总的名字和长相 想起一句诗 颜念君子 温其如玉 玉这个字 很称顾总 顾玉笑了笑 裴总名字也很好听 可有出处 裴应玉 沙窗外玉眉斜应 我妈说我出生是个冬夜 明月高悬 梅花盛开 就取了这个名字 人出境 月正明 沙窗外玉眉斜应 应玉 好名字 一个大帅哥 念叨着你的名字 嘴角还情地笑 这谁受得住 反正我不行 我终于知道 他的行程 为什么能卖那么贵了 可是不对呀 不是我来供应他的吗 顾玉一杯酒下肚 站起身准备离开 裴总慢慢喝 我先告辞了 顾总喝酒了 不能开车了吧 嗯 我没开车来 我叫车回去就行 我站起来 我没喝酒 我开车送顾总回去吧 顾玉看了看我没动的酒杯 点了点头 那有劳裴总了 客气 回去的路上 顾玉靠在副驾的窗户上 双眼微闭 面色涂红 又醇又郁 我咽了咽口水 顾玉总有一种 让人想扑倒他 再把他衣服撕碎的冲动 顾总是不舒服 还是喝醉了 顾玉笑了笑 不怕裴总笑话 我是一杯道 一杯道还敢来酒吧 还不带司机 就他现在这模样 要不是想着还有合作 我今晚高低睡了他 觉得这家的住场不错 偶尔来做作 男孩子出门在外 要保护好自己 以后再来 这可以叫着我 我谦卑不醉 顾玉笑得温和 好啊 那要辛苦陪总了 下车后 我本来想扶着他 毕竟喝醉了嘛 可我伸出的手 被顾玉不动声色地躲开了 不劳烦裴总了 我可以 行吧 看他还能走直线 毕竟把他送进家门的话 我也不敢保证 自己不会受心大发 不过第二天 看着张晓打给我的 新一首八卦 我就知道 我想多了 你的意思是 顾玉 不行 张晓面色僵了僵 都说他肯定是有点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 顾玉大学的时候 有女朋友 俩人感情特别好 后来 顾玉刚接手顾家的时候 被绑架过一次 那个女孩当时哭晕过去好几次 后来 顾玉被解救回来以后 俩人竟然分手了 那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顾玉愣是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 张晓左右看了看 趴在我耳朵边上响声地说 据说当初绑架顾玉的是一个男女通吃的变态 老早就因为猥亵进去过 这么劲爆 所以顾玉被玩不举了 举不举的也没认识过呀 难怪看起来丝丝稳稳的 我又想起顾玉身边那个高大的助理 现在想想两人站在一起 配一脸 一瞬间小脸焦黄 你说她会不会是同性恋 张晓一脸那谁知道呢的表情 不过张晓说得对 行不行的 试试才知道 我拿起手机给顾玉发微信 顾总晚上有空吗 有一个上午晚宴 不少圈子里的大佬 想邀请顾总做我的男伴 不一会儿对面回复了一个好 我特意挑了一件深V高开差礼服 礼服衬得我前凸后翘 肤白貌美 这顾玉要是再没有反应 可能真的是不行 傍晚在公司楼下看到了来接我的顾玉 今天的她穿着一身笔挺的高定西装 显得肩宽腿长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金丝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 这斯文败类的气质 嘶哈嘶哈 裴应玉 有点出戏 今天是你来勾引她的 顾玉绅士地邀请我上车 我上车的时候 故意弯下腰 露出骄傲的事业线 老娘的三六地罩杯 弥补死你 车上我又露出洁白的大腿 老娘的腿又细又白又长 是不是美爆了 不过全程顾玉都认真开车 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停下车的时候 我灌了一盒全汁牛奶 又在包里放一瓶解酒药 然后拍一拍顾玉的肩膀 今天你不用喝酒 我给你看看什么叫谦卑不醉 顾玉笑得温和 我拭目以待 不过现实告诉我们 话不要说得太满 我是被顾玉扶着回家的 电梯里 我整个人都挂在顾玉身上 嘴里嚷嚷着难受 顾玉也不恼 就虚虚地拦着我 既保证我不至于掉地上 也不会太亲密 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看起来温和有礼 甚至有点好欺负 但总给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顾玉拍了拍我的头顶 说 喝起来不要命啊 我醉醺醺地说 你看到和我拼酒那个人了吗 我要是能从他那拉来下一笔投资 我的公司就能再开一条新的产品线了 你这种有钱人 根本体会不到我们初创公司的心酸 这么拼干什么 我不太清明的大脑 努力转了转 因为有自己拼了性命 也想要保护的人啊 揽在我肩膀上的手忽然一紧 我微微躲了躲 四 疼 顾玉低垂了眼眸 抱歉 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我刚打开门 忽然左脚半右脚 把自己摔到了顾玉怀里 没错 我是顾玉的 我的胳膊轻轻搂住顾玉的腰 整个身子都贴到了顾玉的身上 脸蛋在顾玉怀里蹭了蹭 顾玉 你身上凉凉的 香香的 好舒服啊 顾玉身子一僵 我能感受到 她的体温在攀升 我心里暗暗高兴 这不有反应吗 我缓缓抬头 两个头离得越来越近 忽然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鼻子上 裴总 喝多了就好好休息 然后我被推进门 下一刻防盗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这都拿不下 看来是真的不行 洗完澡 我给张晓发微信 顾玉不行 张晓回了我一川 当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 我刚被送到舅舅家的时候 那时候 爸妈出车祸去世了 外婆怨恨我爸疲劳驾驶 害死了我妈 对我冷漠至极 舅舅对我不闻不问 舅母对我视若无误 小孩子的恶没有底线 周围的小孩都知道 我没有父母 更没人为我撑腰 所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只有思思 会站出来 把欺负我的人都赶走 放学还会邀请我一起回家 私家有权又有钱 所以那些小孩都不敢惹思思 久而久之 没人再敢欺负我了 梦中的我忽然惊醒 思思是我灰暗人生中唯一的光 就连我的公司都是思思 动用了零花钱和人脉 才创办起来的 不行 不管顾玉是不行还是同性恋 我都要把它拿下 大不了婚后点难磨 忽然想起了 之前邀请顾玉三天后来公司 参观实验室来着 考虑到顾玉可能的性取向问题 我那天穿了一件超A的西装 还把长卷发梳成俐落的高马尾 照了照镜子 帅诈了好吗 早上刚到公司 就看到一对老夫妻 在公司门口哭天枪地的 张晓一脸难堪地站在他们面前 爸妈 别闹了行不行 哦 这就是张晓那对重男轻女的混蛋爸妈 不知是谁看到我叫铃声裴总 张妈忽然扑过来 你就是这死丫头的老板 他不养活他亲爹亲妈 你管不管 我看向张晓 张晓局促地说 裴总 我每个月给他们五千块钱 张爸也站了起来 五千够个屁用 你弟弟到现在都没娶媳妇 还不是因为在城里没有房子 赶紧给你弟买个房子 把我们老张家的香火絮上 我皱着眉看向张晓 你说你给他们多少 五千 张妈点点头 就是你看你老板都觉得你给的太少 你就应该把工资卡放我这 每个月留个七八百够用就行了 阿姨你说的对 她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样的员工不能留 我现在就开除她 不仅如此 我还要在行业内封杀她 通知所有猎头公司 把她拉进黑名单 让她找不到工作 你看怎么样 张妈忽然闭嘴了 我笑了笑 她今天给公司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 我还应该罚她的钱 张晓哭着说 裴总 我这没有钱 没事啊 你爸你妈这不在这呢吗 让他们出 张爸张妈纷纷向后退了一步 裴总啊 我们胡说的 您可千万别呀 阿姨您别怕 我给您出气呢呀 不用不用 阿姨 我是一个有正义心的老板 以后他再这么欺负你们 就来找我 你们来一次 我罚他一次 如何 两人掉头就跑 我笑着在后面喊 叔叔阿姨别走啊 留下吃个便饭啊 咱们商量商量罚五万还是十万 直到两人不见了踪影 我笑着把旁边哭成小类包的张晓 搂进怀里 瞅你那没出息的样 跟了我多少年了 还这么爱哭 张晓抽了抽鼻子 谢谢你 裴总 谢什么 我不说了吗 有我一口饭吃 就有你一个碗刷 别哭了 张晓破涕微笑 走 进去洗个脸 妆都花了 丑死了 我刚要搂着张晓进公司 忽然被叫住 回头一看是顾玉 只见今天的顾玉 穿着一件白衬衫 外面套了一件奶白色的针织衫 清晨的阳光照在他身上 显得整个人温柔又干净 他身后的助理 穿着一身黑色西服 轮廓刚硬 人高马大 两个人站在一起 佩一脸 顾玉笑着走到我面前 裴总这是说什么悄悄话呢 我正了正脸色 没 没什么 我把张晓赶走去洗脸 抬手把顾玉请进了公司 顾总来得好早啊 上午正巧没什么事 听说这附近一家早餐不错 就来尝尝 原本想在附近逛逛再来的 没想到一大早看了一出大戏 我挠了挠头发 抱歉 让顾总看笑话了 顾玉摇了摇头 不是笑话 裴总对员工真不错 张晓是我学妹 公司刚建立就跟着我 最开始穷了我俩吃一份盒饭 她是我在这世上第二亲的亲人了吧 而且这种理直气壮和女儿血的爸妈 本来也不能惯着 我刚才是不是帅爆了 顾玉笑着点了点头 又开口问道 第二亲 那第一是 嗯 总不能说是你执媳妇吧 顾总 实验室现在在开早会 我们先去我办公室坐一会儿喝杯茶 你刚才说哪家早餐好吃来着 我还没吃饭呢 顾玉回头和她的助理低声说了什么 助理就离开了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的眼睛就是迟 我刚把顾玉让到办公室 忽然被总裁办的人叫住 顾总你先坐 我去处理点事情 等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顾玉端坐在沙发上 再看我昨天放在茶几上的一本书 那是我刚买的精装版的海棠文啊 怎么说呢 在网上连载的时候 整个评论区都凑不出一条裤子的那种 我飞扑上去把书抢过来藏在身后 顾总 喝茶 心到了竹叶清 顾玉屁股往后挪了挪 面色虽然无意 但默默地把衬衫最上面一颗扭扣系上 谢谢裴总 他什么意思 他到底什么意思 虽然我确实有那个意思 但是他系扣子是什么意思 我难道会在办公室那个意思吗 这时顾玉的助理回来 递给我两个包子 两根油条 两个鸡蛋一碗粥 确实挺香 但是是不是多了点 还没吃 看着就打了一个嗝 我想起张小也没吃饭呢 把他叫过来一起吃 我和张小凑在角落里头 挨着头喝一碗粥 张小 我和你说 刚才顾玉和他助理说悄悄话的样子 可瘦了 他还给顾玉底纸巾 那个画面 立马能脑部三万字的小说 真的吗 好想看 我和技术总监说一声 下次去顾玉公司对接的时候 带着你 好的好的 这包子挺好吃 这个给你吃 好 我们两个越说越兴奋 完全没有注意到 另一边两个男人正盯着我们看 我和顾玉的合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在我忙得脚部粘地的时候 我的敌掌龟丝丝回来了 我在机场接到思思的时候 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玉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捏了捏思思的脸蛋 还不是你个小没良心的 嫁人丢下我的跑了 我说着 就委屈地哭了出来 我都多久没见你了 思思给我擦了擦眼泪 都大老板了 还像小时候一样爱哭 说是这么说 思思自己也流下了眼泪 顾玉和现在的公司解约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回来装修房子的 以后我们就留着这边不走了 我憋着嘴 真的吗 再也不走了 思思点了点头 那再抱一个 思思把我抱进怀里 顾玉那个没良心的 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她还有些手续没有办完 我先回来看房子 我可能要现在 你那住几天 你方便吗 这是什么话 你住我那还有什么 方便不方便的 你前段时间 不还问我给男生送礼物 要送什么来着 我以为你有男朋友了呢 没有男朋友 你就住我呢 咱们先把行李放下 然后去吃饭按摩好不好 下午我和思思 正吃小蛋糕呢 接到了张晓的电话 裴总来救救我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今天我安排张晓 去和客户吃饭了 他声音不对劲 我拉着思思赶到酒店的时候 发现张晓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旁边还有男人让他喝酒 我一把推开那个油腻的狗男人 思思扶起张晓 几个男人喝得醉醺醺的 哟 这不裴总吗 来和哥几个喝一杯 我扯出一个难看的笑 今天还有事 就不陪各位喝酒了 待会儿我把账结了 各位慢用 我扶着张晓准备离开 一个男人抓住我扶着张晓的手 裴总不给面子 那就把这个小姑娘留下吧 我甩开他 抓起一个空酒瓶 在桌子边敲碎 对着众人吼道 谁他妈在敢拦我 信不信我捅了他 主座上让郭总不满地站起来说 姓裴的小丫头 你那小破公司 只要我愿意 分分钟让你倒闭 识相的 要么自己留下陪我们喝 要么把你公司那个小丫头留下 我刚要开骂 就听身后一个平静 却冷漠的声音传来 哟 郭总好大的口气 怎么我和合作商 郭总想封杀就封杀 是当我故事无人吗 顾裴的的声音很轻 却威慑感十足 刚才以止气使的男人们 都吓得站了起来 顾裴看见一人还抓着我的手 眉头微微一皱 抬脚就把那人踹飞了 卧槽 帅爆了 顾裴把我手里的酒瓶放下 拉着我往外走 思思和顾裴打了一个招呼 小叔叔 思思回来了 然后顾裴对我说 先送你的小助理去医院 谢谢 顾裴助理接过张晓 把他抱上车 张晓在医院打上了针 思思和顾裴助理 在病房照顾他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 顾裴坐到我身边 酒店的事我会安排人处理 不会让他白受委屈的 谢谢 在想什么 想我真没用 连身边人都保护不好 顾裴揉了揉我的脑袋 你已经很棒了 我抬头看着顾裴 为什么帮我 我碰巧在那吃饭 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不是应该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吗 顾裴忽然一笑 我看起来那么冷漠吗 还好吧 不过能在顾家丛 成为画室人的人 不太可能是什么热心肠 演技这么差呀 顾裴苦笑一下 然后很郑重地说 裴应玉 你 很珍贵 啊 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顾裴又问我 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对我好呀 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 顾裴忽然笑了 不是平日里 温和却疏离地笑 而是很开心地笑 他抬手 手指轻轻摸上我的脸颊 裴应玉 你值得别人 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我刚要为什么意思 就听思思喊道 小玉 小小醒了 我刚坐到病床边上 就把张小搂进怀里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小小哭着说 裴总 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摸了摸他的后背安慰他 没有 那几个人渣 咱不稀罕 客户有的是 我给你放一周的带薪假 你好好休息 安顿好张小 我就带思思回家了 晚上思思问我 小玉 你怎么和雇员的小叔叔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公司 最近有合作 不过话说 他看起来瘦瘦高高的 踹人的一下 挺厉害呀 你不知道吗 小叔叔是跆拳道国家 一级运动员 这么厉害 看不出来呀 难不成 他才是上边那个 小叔叔很优秀的 你别看他是个商人 他大学是研究古诗词的 本科的时候就出过书 很得学校的老教授们喜欢 本来都保研了的 要不是出了那件事 为了保护雇员 不得不中断学业 他现在肯定是一个 很优秀的学者 说不定已经是教授了呢 上次酒店的事告一段落 思思忙着装修新房 张晓也回来上班了 我和顾玉的合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顾员回来了 顾玉去机场接他 我和思思在家 我看思思在厨房忙活的样子 心里酸酸的 姐妹 你对他也太好了吧 说好了出去吃 你还要给他煮什么汤 思思笑得甜蜜 我爱他呀 不一会儿听见开门的声音 顾玉看见我和我打招呼 小玉来了 我没好气地对他恩了一声 不一会儿 思思端了一个大碗出来了 龟 这碗紫色的液体是什么 紫甘蓝山楂牛肉汤 啊 那是什么 顾玉皱了皱眉 一闭眼把一大碗都喝了 勇士啊 感觉 顾玉脸都紫了 亲爱的 小叔叔要带咱们出去吃饭 你先去换衣服 好 那你们坐下歇一会儿 我去洗个头 好 我们等你 思思回卧室以后 顾玉皱着眉看顾玉 怎么喝进去的 顾玉灌了一口水 咳 习惯了 我们在客厅开始了单堂会审 顾玉旁听 顾玉 我问你 思思说你从不下厨房 是不是真的 思思她喜欢做各种创意菜 分打鸡翅 火龙果炒牛肉 她不让她进厨房 说挡住她的灵感奔向她了 我咽了咽口水 这是创意菜 这是毒药吧 那你倒了的那碗汤呢 那天下午有一个跑酷的综艺 我怕拉肚子 我想偷着倒了的 哪知道被她发现了 那思思说 你非要和她衣服分着喜 你还嫌弃她 你啃她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嫌弃她 顾玉在旁边红着脸咳嗽了一声 我那段时间拍戏 片场环境不好 周围空气尘土飞扬的 思思爱干净 我就想着我俩的衣服分开洗 那你让思思有台阶救下是什么意思 你威胁她 顾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原话是 你有台阶救下 要不然我会伤心的 这是威胁吗 这分明是在低头好吧 她说得好有道理 思思的访谈播出以后 我掉了五万粉 五万粉啊 我经纪人差点哭出来 思思绝对是顾玉的黑粉头子 顾玉过来帮我吹头发 思思把顾玉叫进去了 这乐颠颠的样子 顾玉的经纪人好疲惫 顾玉竟然是个恋爱脑 旁边的顾玉忽然出声 是吗 或许是家族遗传吧 啊 顾玉笑着看着我 我也是恋爱脑 啊 顾玉笑了笑 没继续说话 晚饭后 我们四个在江边散步 顾玉和思思走着走着 就把我俩甩在后边了 我和顾玉 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顾总 你说你是恋爱脑 这几年怎么都没见你谈恋爱啊 其实我想问她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顾玉苦笑了一声 低着头看向江面 因为被骗怕了吧 什么 我被绑架过 你应该听说过吧 我点了点头 绑我的是顾家的人 而把我骗过去的 正是我当时的未婚妻 所以 她不是同性恋 那后来那些绑架 你的顾家人怎么样了 顾玉转头看向我 笑着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听说顾家那些 旁枝四分五裂的 看来顾玉的报复不简单啊 至亲的哥哥刚刚离世 至爱的未婚妻又欺骗自己 差点把自己害死 难怪性情这么冷淡 顾玉语气平淡 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可那刻骨铭心的痛该是 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吧 顾玉忽然把我抱住 让我抱你一下吧 行吗 她好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大狗狗哦 好想摸摸她的头 可是她比我高 我被她估在怀里 抬不起手来 只能抬手摸摸她的背 你放心 以后姐罩着你 不对 她侄子都比我大 顾玉闷闷地笑了一下 好啊 妈呀 真好听 心动了 果然女人倒霉 就从心疼男人开始 那以后 我开始有点害怕顾玉了 主要是她每次见到我就笑 不是那种温和有理地笑 就笑得很 荡漾 但是项目庆功宴上 还是躲不过要见面的 庆功宴上 一杯到的顾玉 成功地喝多了 而送她回家 这时却落到了我头上 不是她那人高马大的助理呢 我把她扛进家门 可累死我了 看着瘦 还挺沉 我记得 思思说她是运动员 不知道有没有腹肌 我看一眼 不过分吧 我悄悄抽出她的衬衫 哦吼 快蕾分明 风乱起伏 小伙子挺有料啊 伸出手戳一戳 硬邦邦 练得真好 顾玉轻轻地阴您一声 聊得我春心荡漾 我再摸一下 就一下 在我邪恶的小手摸到她的腹肌上的时候 手感怎么样 挺好挺好 嗯 谁在说话 我一抬头 她醒了 我刚要把手抽出来 被她抓住了手 顾玉护着我的后脑 抱着我滚到了地毯上 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她压在身子下边 顾玉把眼镜丢在一边 摘掉眼镜的她 侵略感满满 小玉 你不该招惹我的 顾玉低头吻了下来 她的吻凶狠 霸道 平时看着跟小兽似的 怎么这么霸道 我被她吻得晕头转向 肺子里的空气都快被吸干了 顾玉低哑地笑了笑 怎么连唤气的都不会 我觉得她瞧不起我 一个翻身到了上面 谁说我不会 那你教教我呀 顾玉一副任人采邪的模样 激起了我的胜负欲 我照着网上学的 在她嘴里画ABCD 忽然被顾玉夺走了主动拳 你干嘛 我地还没画完呢 顾玉一愣 然后笑了出来 小玉不是这样的 她脱掉上衣 把我的手放在她身上 我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 薄鸡男孩吧 我吃这么好 她带着我的手上下游走 自己去喘息越来越重 小玉喜欢吗 我点点头 给我看看你的 好吗 啊 顾玉开始用嘴姐 我的衬衫扣子 单手解开我的小内 场面太香艳 太刺激 我要晕过去了 她好会 凉风刺激我前胸的皮肤 我下意识一躲 顾玉的吻就落在我的身上 她吻得轻柔 虔诚 好像我是高台上的神明 是一岁的美玉 我开始控制不住的喘息 身影 顾玉的吻逐渐向下 小玉 是你先招惹我的 你要负责 我脑浆子都快被她烧干了 只是靠着本能点头 负责 负责 我忽然被她打红报警卧室 丢在床上 顾玉用身体向我证明了 她不仅性取向正常 那方面还很强 小小讨来的信息 不准啊 第二天 我拿着她的眼镜研究 这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封印 为什么她摘了眼镜以后 凶猛地像变了一个人 受变功 顾玉端着早餐进来 我扭过头不理她 顾玉搂着我说 怎么了 不高兴了 我拍开她的手 你欺负人 不理你了 那我送你点礼物赔罪好不好 不稀罕 我把顾玉的经纪公司买下来了 送给你 别生气了行不行 这个好这个好 我终于拿捏顾玉了 顾玉捏住我的下颚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顾玉在我嘴上 轻轻地啄了一下 小玉 一辈子都不能离开我 我想了想她昨晚的表现 也不是不行 我眨把眨把眼睛看着她 小玉 别这样看我 我会受信大发的 我缩到角落里 盖上背 这眼睛绝对有封印 封印住了一匹恶狼 客人都不能离开我 我会受许多检查 请不吝点赞 我会受许多检查